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带你一起看非洲 昨天拍了个视频说痛风的这个事情 很多粉丝们在评论期里也在出谋划策 要吃这种药 做那种什么东西 但是非洲的话可能条件有限 有东西这边找不到 我原本也就是想着 可能这种情况三五天最多一个礼拜 可能自然会好的 但是有个在乌克兰的粉丝朋友 姓李 东北人一种 他给我推荐当地的这个痛风的特效药 当然糖不上特效药啊 国内的也有这种 非布斯塔 只是这里的话应该是印度产的 今天早上一大早 叫声比较去市里面买的 我不知道是药品效果还是时间本身有点 有点这么几个小时吗 反正我早上起床走到这里 回了半天能力 但是中午睡了一下的话 因为买回来就吃了 基本上你看一下 现在做了这么久 基本上要也能站直啊 走路的话基本上问题不大 估计我想的话 吃一个药物的作用 可能会多一点啊 这应该算得上是痛风患了的福音啊 我感觉这个药物可以比得上去打针的那个效果了 但是国内的话 应该大部分是国产的 这个的话印度产的 可能会效果会好一点点 下次回去的话要多带一点背着吧 看吧 就是这种的 里面就是三板这种小的 本来建议是一天吃一片 我因为换了这么久了 今天吃了两片 不知道会不会过量了啊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薄纸也有点闹枕啊 我今天专门就爱是吗 给我买的那个闹枕药 上次不是吃一次就好多了吗 看明天起来估计会好一点 反正也算是把这个问题处理了 我估计如果说药品有效的话 明天基本上能好过七八成八九成了 昨天瞧帮子过来 因为比较充满 今天专门买了一点这个水果 叫水果价 打电话叫水果价去市里面拿回来的 哪动 靠 刚刚 水果价在这里的时候啊 这些苹果 梨子 不过这个应该放冰箱里面的 我这里一直没冰箱 前段时间本来已经约好了 跟机总一起去边上工厂 好像就在附近 这个工业区里面有卖冰箱的 四十多万 好像是出厂家嘛 去准备去 买一个回来 这个 遇见这个走不了路 就耽搁了 可能明后天我们去把冰箱买回来 不去这里的家具 添置的就差不多了 耳洞说 The first time you did this Yes I'm going to see it for the first time 他这种梨子的话 第一次吃了 刚刚已经尝了过了 但是苹果的话 Apple Apple was first Apple I know that one Ford 上次粉丝们还记得不 就是头条号叫那个 小牛一家在非洲 上次他过来看我的时候 也买了很多水果 不过基本上就是被 前段时间那些小孩子过来吃饭 还有那几个 Evening morning 是照媒的 我自己吃了一点米后桃 不知道这段时间 有没有粉丝去 关注他那里的 反正这几天也好久没碰面了 等这个脚好了 我们到时候跟乔邦祖一起 小牛一家 在非洲 一起去 市里面多逛几个地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再想一个 让他尝一下 他说这个梨子的话 比苹果好吃一点 水比较多 这算 通话给我打 对 通话给我打 你再去 也算是第一次藏中国的梨牙 之前应该是没见到这个品种的 像今天这个痛风的话 也算是一个予万 还有当地的粉丝 他也是昨天晚上 在抖音上面看到我的视频 然后给我留言的 不过我经常很少上抖音的嘛 今天一大早进去看到了信息 然后打电话联系的 反正也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吧 好了 争取早日康复 回归捕鱼啊 去市里面到处逛逛 给大家拍拍视频啊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拜拜